正式開播了 玩具TV突發 看一看今年本身動漫節 Sorry 玩完 沒得玩 不過還好 Hot Toys 都會照顧支持它的玩家 所以除了在上海一看之外 香港 先冒一冒陋給你拍一拍 其實我想大家今早11時多的時候 一直看著Facebook Post 看到他們接下來就開這五部 接著就有四、四、六小時 然後又有粗口打在網頁上 可能有些朋友也加了進去 昨天車上給不到錢 我也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到現在還沒訂 這麼大碗 算了 不過不要緊 我普通版都可以 好 普通版一回事 叫做進來見到這一堆東西 究竟有些甚麼東西看 我們走這邊 因為基本上今天都是 給一些業內的朋友去看 所以變了 大家看到其實 今天Hot Toys 都沒有特別說 營業住的 本身也都放了 今年我們傳說中的 五寶還是六寶 可以叫六寶 因為Shar Wars歸類為一、兩隻 另外Tony Stark的Test Measher 有兩個版本 我先叫六寶 另外亦都有一些 完全在全地球上 未出現過的12寸數 都在這裡看到 是最早的 好 不過我們先不要這麼早說重點 沒錯 我們先滾一滾過去 由右邊這邊開始 請 這樣可以不斷地掃一掃 沒有人想看我們了 想看這些而已 只要拍完它 走馬看 我們稍微慢慢地介紹 我們由車頭開始 大家看到本身 這次Hot Toys 它有一個新系列 Cross Rider 這裡亦都製造了一個 Cross Rider出來的 當然詳細我們稍後慢慢說 因為它的設計是由我的偶像幫手的 我們看看這次Cross Rider 會有什麼產品呢 在大家熟悉的排隊位置 已經放了一部類似鴨鴨機的東西 會看到這個DECO非常棒 你會看看這次的十款 或者叫做五款 每一個造型都好像以前 我們年輕人玩的電動車 坐上去一元兩元就可以在那裡吹吹吹吹 對 而且你看到它是亮燈的 其實整家東西都很多 然後它的燈還有閃燈 其實很有那種懷舊味 有些像現在你走去冒險樂園 會有機會玩到那些車仔 沒錯 或者可以拍攝低一點 我最喜歡拍這些位置 你會看到它本身入電的位置 我猜應該都是可以用濕電 而且本身它車與車之間 都有一個折駁位置 變成可以看到它是平排的 一次過供電給五架CourseRider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它的外箱 例如它訂了五架 它會不會送這個箱給你 我覺得是十架 可能可以買吧 我看到這個都是紙皮製的 我覺得有機會有的 不過後面你全部都是燈 那些可能是TelarMix 那些可能是TelarMix 那些可能沒有關係 至於實物就是這樣 或者我拿一格小丑 拿上手看看 可以有個銀幣給你的 很漂亮 它這個是不是用來進去 對呀 它旁邊有個位置 可以讓你説是像以前小時候 玩那種東西入錢會移動 還有Sticker 嘩好正 這招絕 拍在一起 看一看 這些就是用來追求你一流 對呀 它自己也有説到 它這個部份是可以連接的 它有個USD頭就連著一隻到一隻 但是它後面有個後面 後面有個後面 是否又怎麼搞呢 這個 會不會它裡面其實有呢 可能拿了一張貼紙 大家入貨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幾款都齊了 造型非常可愛 好了 可愛完一輪之後 我們繼續可愛 剛才說了 本身五件的造型 就是由我的偶像 幽福龍龍哥造設計的 基本上龍哥 我相信都不需要怎樣特別介紹 就是大家又是 港曼的粉絲 基本上 幽福龍這三個字 大家都不會不懂 就是完全是陪著我們 從小玩到大 如果龍哥都在看的話 得仔 全力支持你 其實每次看到Cross Baby 都會覺得有些東西很厲害 正如它 其實它重新去演繹一個Q版的 一個Marvel 或者DC的角色 遭到這麼多東西 而做出來的產品質素都這麼好 其實是很厲害的 Hot Toys的技術 另外我真的沒有擔心 Hot Toys 大家現在在 close up 看著車仔 Cross Rider的仔細度 剛才阿嘉都說得很清楚 你看到特別是 Cross Baby的公仔的面上 它的曲線和移印位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當然 一定是要盛讚龍哥本身的設計 是可以才行的 好了 接著 另外一套重點 大家除了這個 惡了Marvel很久的電影之餘 DC 接著 W.W.84 回到1984年 Wonder Woman 今次都會向大家的荷包勒索 如果大家有看開 今早早Hot Toys的網頁的話 都已經見到 其中一部 在這裡做了顯示 這款今早早開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說 這個好像沒有什麼改動 但其實方才有問過 其實它這款的空甲 因為以往的空甲 大家有買早幾款都會發現 可能空甲是比較低一點 對它的設定來說低一點 它這款的空甲其實是做過修改的 那些粉絲很不開心 它的位置是移高 而且它在腹部的部分 它的腹肌也是做過修改 很有腹肌感 另外它上色的部分 因為當時回到1984年 是一套新墊甲 所以它在盔甲的上色上 它會改為一個比較光鮮的做法 也有點難想像 它一套盔甲穿了幾十年 沒錯 但是它的裙的狠一樣沒有改變 有可能會改變 有可能之後會改變 或者它很久之前已經 或者根本沒有改變 它頭刁部分 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頭髮 就改了為刁髮 因為其實以前很多朋友 買完之後 都回到來 都不是很熟悉 怎樣去打理頭髮 去到頭髮的地方 就比較苦手 或者是基本上 其實有時直髮公仔 出廠的時候 頭髮雖然它設定得很漂亮 但是都未必去到 大家心目中的做法 所以它這次改為一個刁髮的方式 可能大家玩開Hot Toys 都知道頭髮的刁工 都不需要去質疑 另外這個版本 好像是前額上面的護額 是可以拆出來的 因為我看官徒的時候 它是有一個獨立 我懷疑它應該可以拆出來 當然我們不夠薑 拔出來 好想試一試 其實看它的層面 應該是可以拆出來的 另外也可以看頭髮雕的話 既然是用這個黃金性 不是 這個Wonder Woman的黃金戰甲 去比較一下 大家看到 其實我想最大的分別是膚色 這個當然是用了直髮的技術 但是在膚色來說 目測這個是 白過WW84版的Wonder Woman 我想有機會可能是手版 去做Property的時候 可能有多少出入 可能之後應該去Fine Tone 因為畢竟人種的顏色 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出入 沒錯 然後這個版本 其實它現在是戴頭盔 它官徒那時候展示 其實頭盔應該是可以脫的 而裡面是有一個設定的頭髮 所以我想大家買回來 應該都不太捨得戴頭盔 它分了兩個版本 有一個是普通版的翼 就沒有打開 那你訂哪一款 我訂普通的 我也是普通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 它這個Deluxe版的翼 其實我想應該是兩隻 Wonder Woman這麼長 應該二十幾吋 我想不是很多師兄家裡 應該有能力去擺到這款的 那Deluxe留給我留力的人 我就買在普通版的家 我也是普通版算 其實之前有展覽的時候出現過 其實它是一個很閃的電鍍版本 你今次看到其實它的金色 有機會出貨的時候依然是電鍍 不過在電鍍上面上了一個燒光 有些類似Mk II那種做法 其實我喜歡這個版本多一點 對 類似一個小小雅金 但是仍然很有金屬感 我覺得這樣耐體一點 本身都是用了一些布 那些是布還是包膠 那些是布來的 應該是布上面做了 一些印紋 私印 那這樣耐體一點 OK 大家起碼很願意去扭它 但是我個人希望 因為我這樣看下去 其實它這個手掌 應該裡面是穿著普通的身體 就是它平時隔離這一款的身體 那就是 就可能膝蓋的可動是會有少許雙角 我希望它將來不知道會否改為做有關節 因為它畢竟收在裡面的話 就怎麼扭 沒錯 好 看完這套戲 它都推到11月了 它和這個背景都是一樣 好 看回下面一些軟弱一點 剛剛看到的Moly 變成了也是這個黃金甲版本 我記得整件這個真的很亮 這是有一種聖鬥士的味道 我心想黃金聖鬥士 人馬做的 還有一個聖衣箱 我喜歡這個 Moly這個設計我覺得很配合 看上去亦非常可愛 另外它還有幾款是Wonder Woman的Cost Baby 其中有一款 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是特別版才會有Chrome版 即是電導版 然而它這一集 大家都很好奇 它其實是沒有劍和盾的 你會看到它的商品 大部分都是沒有劍和盾 只是拿著真言吐索 為何會這樣呢 就很好奇了 所以就應該要入場看 其實本身都有不少一些吐槽 關於今次WW84的劇情 那我先不說 這麼快有得吐槽了 其實吐槽是半年前的事 整件事是看完是說了一句粗口就走出來 重點是男主角 即是它當時有試影會還是… 不是 謠傳而已 以上的東西全部是我個人立場而已 都是那句 但是真是說到其時 進到戲院 那是否整個故事是怎樣呢 我都希望我聽到的傳聞是假的 好 又可以再稍而欲步 那就來到星戰的庫文 是的 另外一個今早的重點 Anagin Skywalker 還有Step 早兩天大家在SDCC的Side Show Side Show 因為取消了 Side Show那邊的直播 其實大家都會有看到這幾款的 Star Wars的產品 你會看到兩款Chrome War的產品 因為都挺新鮮的 其實Chrome War真人化 它本身的卡通片都真的挺卡通的 好看的 雖然我完全不喜歡那些畫工 但這套東西的劇情很棒 畫風是有些重厚的 即是很美式卡通片 卡通得來美式 剛剛沒錯 但真的不是我杯茶 好了 Side Track了 但多久了 如果真的喜歡看Star Wars 他們的粉絲的話 Kong War這套卡通是非常好看的 我強烈推介給大家 既然他們做得到真人版 會不會他招是會有真人版拍呢 算了 不過大家都不是那個年紀 好我們看回這次我自己覺得Star Wars的重點 Anakin Skywalker連著Step 整套東西很漂亮 而且我本身也挺喜歡這套 其實他挺好的一件事 之前他的衣服是皮製的 當時大家都很擔心 他會不會他日會爆皮 是硬的 這件是布的 沒錯 還有有一件事很好 其實他上一個版本的Anakin 其實他頭髮的髮尾是比較長的 然後他長的地方 而Hot House開帽開得很漂亮 很尖 就會勾到件衣服上面的紗 所以這個版本 你會看到他的髮尾是比較短 更外乎他還有件夾卡卡 所以這個真的不用擔心 所以我就覺得耐玩很多 然後Step 應該是可以開啟燈 當然了 暫時我們未有機會跟他試燈 但如果純粹說這個Prototype的造型 已經非常漂亮了 其實它有兩個版本 Deluxe 跟Step 跟Step 它是2430 如果沒有跟Step 它只有一個本體的話 那就是1630 其實都是欠八個水 我能遠足給八個水 再加上Step 的話 其實你的載具 若然你今天不找 你哪裏還能買得到 你找人割外也很困難 而且它應該是來到會場訂 或者這幾天在E-Hot Hots 訂 它會有件CAP 即是有一個灰色的托篷 它這裏就沒有擺出來 對的 遮蓋到它 沒錯 好 下面就是Luke Skywalker Snow Srapper 版本 這件很帥 不行 沒有辦法 真的很帥 不介意說 Hawrard是偏愛Star Wars 所以本身他出的每件產品 質素真的很高 特別是頭雕 其實都不介意說 最近的那些 其實都不要說頭不頭雕 全身連服裝 或者一些小道具 都很用心地製作 真的很漂亮 其實你看到他身上的舊化 全部都很漂亮 很到位 很自然 比如說這些肩膊位的舊化 你很明顯是經過磨過 你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手襪 對鞋就算乾淨 但整件衣服都很漂亮 然後其實你玩Star Wars的Hot Toys 你就會普遍發現 例如腰帶上面的袋 全部都用真布去製作 真布好 類似你玩 有時你玩Marvel 很多都是啤袋的 但是去到Star Wars 有時特別偏心一點 他很多東西都是刻意去用真布 包括對鞋也都是用真布的 好厲害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但其實Hot Toys有一樣東西 他的技術很厲害 就是他用布件 和一些雕的件 他去做一些拼合 例如大家玩Scarlet版的Spider-Man 你會見到他腰帶上有些東西 他是用真布 有些東西是用雕的 你會覺得他沒有什麼違和感 包括對顏色上面 全部都很厲害 是的 的確 好 另外都看一看 1比1的The Child 是在發揮The Force那時候的造型 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的 反而是他對閃亮亮的眼睛 是很可愛的 還有留意 這個Mandagorean 真是哭笑不得的波棍 或者叫 都依然是附屬給大家的 他的眼珠很漂亮 是的 整隻眼珠是重點 他的眼珠的部分 應該是他表面有一個透明件 然後裏面再做多一個膠件上色 是的 或者可以關閉上The Child的嘴 你會見到他的牙和舌 都是分了件去做的 所以變成非常精細的一件 真是藝術品 晚上放在家裡可能會害怕 最重要的是他頭頂的毛 他這麼小已經 是 我又不夠膽摸 那一件毛是黏住了還是怎樣 其實有點像他1比6的Yoda 都是黏的 好 這個處理非常好 其實買個1比1都挺好玩的 Bomba Fit Vantage Color的Bomba Fit 這個我想都是致敬當年3.75吋Kinder版的吸索玩具 完全將當年的Vantage玩具的感覺 展露無畏 另外後面的OB-1 Kenobi 不知道他會不會跟著Tropper的頭盔 我覺得他要 是的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都挺喜歡 就是叫做Star Wars 1,2,3 那段時間那些Tropper的裝甲服的造型 是很吸引的 但他這個OB-1的頭 是不是沿用回之前的 是的 沒錯 他的髮型很視正 是很視正 怎麼可以吹得這麼漂亮 另外全色影像就看到 這個Anakin Skywalker 好 再看看Cross Rider 剛才有說過 D.C的 偶像 幽福龍設計的Cross Rider 就在這裡了 那方才的就是D.C的系列 這邊就是Marvel的系列 沒錯 都有五個Cross Rider 展示了出來的 隊長 黑炮 Rocky Star Lord 以及我自己最喜歡的 死士 那這一批是比較新的 所以暫時就沒有說過 現貨的包裝可以給大家看 那當然也都會跟剛才D.C的一樣 是會連同一個硬幣 以及一個造型非常精美的外盒 就這樣看他的人 應該不可以拆出來 如果可以拆出來 你會把他到處坐都挺過癮的 因為這個可以想過 對 如果你真的拆出來 有點像杯圓的 放在杯格裡 對 放在杯格裡 對 它挺正的 而且我看到他將載具的Q版化 其實是很厲害的 因為這件事很難做到 其實本身五輛載具都耳熟能長 反而Deadpool這架 漫畫版出得多的車仔 哇 OK 你也果然是壞的小蟹 哈哈哈哈 大致上看到他的可動機構就是這樣 還有本身車頭燈是會斬的 真是正得很爆 他是不是每一隻都可以按 咦 是的 燈位全部都在頭上 懷疑他沒有甚麼電 是 其實放在家裡 按下按下都挺過癮的 感覺很治癒的 對 你敢不敢按一下 有點像之前 有某間廠出過 有些不斷地的 Crossover很多廠的 那些播音樂的 噢 我知道你說誰 那個也是 你看著它 你又會莫名地覺得 唉 人有點輸壓 哈哈 都是那句 如果有女朋友的 都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帶它入坑 我沒有女朋友 所以這個我可以免疫 這個坑很深 那我覺得奉勸大家還是不要 沒有甚麼不要帶上 都是那句 有女朋友就想想 我們來到旁邊 這個也是一個新的系列 看它的版本 有些像是比較量產的 盲盒化的玩具 例如一個Wine Blocks 可能大家一向買開一盒 然後開出來才知道是甚麼 那它呢 目前呢 這裡是有 咦 應該是有九款的 但是它這裡就只售了八款 那就有 有CAP 有FOR 有Ironman 有Bug Radar 有Captain Marvel Rescue Hawkeye 還有Thanos 還有一個 但是就不知道是甚麼 也沒有擺出來 它有跟上卡 卡這下絕 如果有些卡可以存在對戰 真的絕 就會有一條新坑 是 我很喜歡雷神 鴛鴦牙的造型 真的很過癮 好 接著我們繼續看Cost Baby系列 整大堆 這次主要都是X-Man 有Deputu 另外後面就有教授 Magneto 等等 我們可以先輪到前面的半排 我看見到連盧根加上這個X-23 我有沒有記錯 我忘記了名字 抱歉 有點久了 突然醒不起來了 看見到 兩婦女都出現了 另外就是 這個毛迪理髮絲 再加上這個 快要被人剷頭髮的雷神 造型非常可愛 接著又回到這邊的Arrangers系列 看到一個非常靚仔的Hawk 配上這個古銅色 是用了金屬賞色的Natasha 旁邊也有一個包含太陽超的Hawk High 反而旁邊這個絕 是不是本身這個會跟上三個 有一個不同造型的 應該是分開買的吧 有機會是買一送三的 我覺得 我覺得而已 有這套是Black Lidle新電影的 一些新造型 新角色 Task Master 雪地用版本的Snow Shoot的Natasha 等等等等 又可以看下旁邊 大家都耳熟能牆的Arrangers 這套是回到之前的Arrangers 是的 這套是回到以前的造型 還看到這個Arrangers Tower 終於可以說說一些新的東西 本身Randomize這套是挺有趣的 所以看到這次都用了不同的角色 Randomize化了它 大家今次看到這些時購 會看到有Randomize的Captain America Randomize的Iron Man 還有這個Grood的Grood Grood還有不同顏色 看看上或是後面 會看到一二三個 不是 三個來的 造型的分別自己看 我自己反而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它本身在粉藍色的造型裡面 還會看到一些閃粉 所以看上去的感覺有點不同 它看上去很棒 它有點像小朋友玩鬼口水 是的 另外旁邊就是Randomize的Iron Man 然後旁邊就是Rescue 應該是Rescue 因為它是粉紅色 它是粉紅色 又不是藍色 旁邊就是Dr.Strange Dr.Strange這個造型真的可以嗎 這些部份之前大家在Hot Toys的官網上有看過 還有這個CA 舌頭摔着 Captain Marvel Captain Marvel的頭髮真的好 好Punk 然後回到Spidermen 兩個經典的造型 一個是Spidermen 再補充一句 本身這質感是布製的 所以看上去像布生一樣 比較有趣 旁邊這個就沒得頂了 有看到這個Bathom Home 都對於這一幕 基本上都不會覺得陌生 因為本身這個破土而出的 《Iron Man Illusion》 《Iron Man Illusion》 是非常棒的 接著就真是大舊東西 它還有一個巨型版本 還可以亮燈 是 下機是否應該是Tesseract 燈 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插插位 我這個位置看不到 我們接下來就意思去 準備去大家最期待的位置 這個應該是大家從來都沒見過 而只是今天 這幾天在20樓 Hot Toys 會見到 Hot Toys 會見到 你會見到 《Black Rado》新戲的造型 這裏是Snow Shoot 沒錯 其實頭的樣子 其實是跟 結尾遊戲有點像 然後 再配上一個新的髮型 然後它這個新的髮型 是雕法 正如剛才說 《Wonder Woman》的時候 其實 雕法大家少過煩惱 你不用再去想設置頭的問題 不過可動上 就有些雙腳 是 因為其實我想 你見到 本身長頭髮那個開叉位 有機會都會對於這個空位 或者叫做前臂位 動的時候會造成一些障礙 甚至乎 你看到 你拍一拍後面這個部分 其實它有一支棍插在這裏 它會卡在頭髮中間 我想 可能它就會比較 頭未必可以動到 對 比較困難動的時候 但這個始終都是陽眼 可能它會再做修改 或者更愛乎 可能頭髮 將來會有可動 即是可能會有鐵線 在裏面 可以扭 你真是猜不到 其實它們的技術是日生的技術 沒錯 每一支出都會有很多新的驚喜給你 不過只針對Snow Shoot這件衣服 都很漂亮 對 衣服很漂亮 即是女性的線條 完全表露無遺 你會見到它兩支棍 也是新的版本來的 以往其實它的棍 都比較素色 你會見到它中間 現在在一段段的位置 它有一些銀色的上色 這次是有分黑鐵色和黑色的 因為以往很多都是一路過整支黑色 是 是 重新回答 這個只是Prototype 將來大播會是怎樣 以及接下來幾時會開訂 大家留意Hot Toys的網頁 旁邊就是Task Master 這個角色的造型其實我挺喜歡的 有點像是有玩Crisis 沒有 Crisis有個人的頭盔跟它很像 哦 究竟這個Task Master是男是女呢 這個都真的應該挺過癮 真的 看它的身形如果是女人 它都真的大隻得很厲害 估計應該是男人 又或者估計未必是人類 不過這個不知道的 大家留意這個 接下來年尾上的Back Vido 它有一些位置是很漂亮的 例如你看到Hoodie整個都是車布 其實它前面的 但是它上面的那個布 即是這裡的那個位置 對不起 這裡的那個位置 它真的做得很自然 對 所以我就有懷疑 是否會把膠件在底部拖出來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其實是很漂亮的 然後你會見到它的鞋 今次這個腳碗是有拆件的 太好了 大家玩Task Master 都會預計它打的 所以你都會預計它有任何可動 還有最重要的是 你看到現在它Task Master 它擺放這個姿勢 是將這個腳碗都咬到一定的角度 所以變成真是說大火出 你起碼玩的時候 一些大一點的姿勢 著地性都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方才先說完 Marvel比較多的啤袋 它這個馬上就打我一巴 它這個就是車袋 對 對 不知道這個角色會有頭雕嗎 這個就真的 我想要遲一點才知道 普遍觀望 其實板就很漂亮 是 好 接著我們又再看過一點 Spider-Man Armory 前日公佈的 這個 就立刻大家可以看 第二彈 這次裏面包的鞋子都挺過癮 這件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 我都沒有玩遊戲 不知道 但本身真的不得不讚 它的造型是很細緻 雖然它是扭彈尺寸 其實它的賞色是很奸 是 沒錯 你感覺上 這一批鋋子的賞色 其實比當時它做第一輪 Ironman的時候 質量再提高了很多 嗯 在旁邊這些位置 可以駁回這個濕電 另外反而我覺得 重點 始終都是在這裡 它是過癮的 雖然是Series 2 但它有這個 八爪魚的爪 它又不擺一個Ock Shoot 是喔 有意思 可能它之後會配些東西 再跟著單賣 夠絕 好 應該我們講到就知道 跟著就是一些Pops 看到有些鎖匙扣 Marvel 都可以 接下來 有得賣的 跟著 不得不講 其實我真的挺喜歡 Spider-Man的遊戲 所以 大家這個Wild Shoot 會看到有兩件 我自己覺得重點要推介的東西 不過 既然是重點 我們先講到下面的那些 下面就耳熟能長 我相信大家都給了錢的 就是Marvel Shoot 那見到 這個 雖然都是試板 但這個實物 其實可以看回 它的大腿的筋肉感 和本身就著那件Series 2 那個金屬感 都很重的 我很喜歡它的空肌和腹肌 其實Hot Toys有件事很厲害 他們做一些緊身衣 其實一般它裡面 可能大家會稱這個為肌肉膠 其實它是一個肌肉的膠 貼在緊身衣裏 再一起穿在素體上 但是 你是不知道它怎樣貼起來 因為我之前曾經都試過 是貼不到的 但是很厲害 其實它有些技術是你 就是學習不到的東西 所以它做在這款Spiderman的上面 去用這種的肌肉膠 其實越來越厲害 你看到它一隻比一隻厲害 可能之前大家玩Scarlett Scarlett是Body 是 然後玩另一款 什麼呢 突然忘記了 不要緊 它的心底有些暗紋 對 它有些暗紋 然後它剛才說 它用UV燈照 它就會起一些格子出來 哦 例如這樣看到有些少少 在紅色的位置 不過阿嘉 我也想問一問 本身這一類型的包膠衣 那個保養是否很難搞 以及會不會擺放下去會出油 出油我沒有看到 但我有看到那些師兄 就是紅色會退了一層東西 橙橙的出來 我看到它們大家用濕紙巾抹 就會消失了 不知為何 但其實它比較麻煩的是 如果你很疼玩具 其實你就很難去扭它 因為始終它做這種Suit 它的材料比較厚 如果你屈一個姿勢 摺得太久 它那個摺行是回不了頭的 它基本的彈性會有 例如你平時扭一下玩一下 可以的 但你長摺它就會遲早拜拜 有些類似包膠手那種 其實變相都是包膠的一種 好 可能比較少人喜歡 我個人就真的很喜歡的 Wire Lossity Suit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感覺是很前衛 以及力量感好像更加強 不過唯一要彈的就是 因為本身其實側近擺了兩件 都很出色的Spider-Man 它的腹肌相對性來說 沒有側近兩個Spider-Man那麼厲害 可能之後 突然之間會改更加強 因為當時 我記得之前訂另一隻Spider-Man 第一隻PS4Spider-Man 剛才說第一隻PS4Spider-Man 它的觀圖 其實它的身體上面 的肌肉是沒有那麼出色的 但 那個漂亮度 對 沒有錯 空肌和腹肌 它其實是用到這個玻璃 它就改了之後 很漂亮 整隻都 所以大部分人都 立即大跌眼鏡 所以 有時你看板 都未為實 可能你出現貨的時候 更加漂亮 如果Hot Ties的朋友 聽到我們這些說話 又覺得有些參考價值 這件Wire Lossity Suit 幫幫忙 把腹肌上去 記得改了 End Game Cap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旁邊就是Classic Shoot 這個其實 我相信很多 Spider-Man 喜歡 Spider-Man的朋友 都沒有得走 因為這一個 真真正正的Spider-Man 亦都是最Classic的Spider-Man 變成 壓到今時今日 這招都挺高 見到他都做了一些 很誇張的 飛躍射 GGC的造型 所以變成 可動性來說 我相信 大家都不需要 有些擔心的 擔心的 會不會玩爛了他 不小心 我只是一個要求 他要出那隻 指著2099的右手 啊 這個是跟他之間 左手還是右手 左手 指著2099的左手 我們可以還原經典姿勢 是 然後就看回上面 Randomized Grooms 亦都是第一次 在大家面前展示出來的 比例 講明了 1比1 跟剛才這個Trial 是一樣的 見到也有很多可動關節 已經擺在這裏 至於整隻東西的顏色的造型 都黑紫色那裏都是金屬色上色的 另外側巾也有不少一些 好像花朵那樣的觸手 連舌頭都有一些植物的感覺 那些驚激的感覺 所以變成整件事 如果 至今 喜歡Randomized 這個Series的話 這個1比1 你真的不能走 還有這位 很神奇地 他這隻是可動手指的 這個真的絕對 它是可動手指來的 每一隻都是 包括這隻 另外那邊 就應該 只有最底部的部分 是可以動的 中段是不能動的 不是的 這一樣是全可動的 是全可動的 因為我這邊看得不清楚 打續全可動 這個就比較神奇 沒有想過 因為之前 你那種狂野的感覺 可能都不能走 因為他之前是 背了鐵線在裏面去做可動的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它的Vanom方便的相式 你會見到它是一個 暗金屬藍 再配橫彩紙在上面 現在其實大家都看到那個感覺 因為Ricky都打了燈下去 看到那種反光是很棒的 然後我在裏面 其實我也有一件事很喜歡 就是這個狂化了的Glub的表情 是很棒的 你也很難想像到 Glub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表情 那麼兇狠 好 另外 我真是很想介紹的另外一個重點 Anti-Ock Shoot 如果大家有玩開 PS4的Spider-Man遊戲的話 到差不多末段的時候 你完成了某個條件 就會穿起這件 Anti-Ock Shoot 去打這個八爪魚博士 其實剛才也有介紹過 如果有一些紫外光燈射下去 亦都會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可以看回本身 它的衣服的造型 亦都非常吸引 但是本身它那些摺和一摺之間 那個分野都很清晰 謝謝 那我們就 斑了一支UV燈回來 咦 那你會見到黃色的部分 是會有 發亮的效果 有些像之前Armin的Uran Tashmark II 嗯 那你會見到這些左的部分 也是有的 我反而挺喜歡它的左的設計 哇 你真是不可以不設定這個左擺 真的 本身這個八爪魚 那些爪 就是完全圍著這個Spider-Man 是非常之過癮的 其實大家就很期待會不會出了 背部那套爪的裝備呢 是 暫時聽到 初步的答案是沒有的 但是 將來怎樣呢 沒有人知道 好 看完兩邊Spider-Man的重點 跟著我們拉遠一點的鏡頭 大家期待已久的 終於出場了 我們或許可以由這一邊開始講 大家有看一些網上的評論 相信 某些地方就派了課 對 好像是泰國來的 上海 泰國 對 變成這個Helogram版的Mk IV 見到其實它主要的造型都全現出來 用了一些雅小小的透明膠去做 當然 始終都要和這個 大家看開的顯示會有些出入 當然 你問我 我個人就喜歡一些透明感 強少少的膠 看上去的感覺就會好些 其實它整體的感覺有些像 它在一個透明的膠上面 可能它有機會混了閃粉去啤 或者是它本身的表面上面 即是啤透明的紅膠之後 就放了一個 類似是珍珠色的膠色在上面 如果大家覺得 它這個不夠透明的不太好 不知道它會放一些X20針 嘩 玩那麼大 不過我真的要試 我也是這樣講 不過要試 老實講 但我自己拿了我就會試 我反而覺得第一件事 要先試一下胸口的膠 可以找些薄膠 在底部 拆一點走 看看那個效果會怎樣 對 再作打算 可能我就會挑機試一下 如果它招失敗 就上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成功也可以 其實有些位 可能之前大家看官圖 或者是一些blogger 想定什麼的話 看得不清楚 其實你會見到 它包括面具這部份 它是有特意去做到一些 移印在上面 而那些是一些 底色還是移印的呢 金色的移印 有些像是Nirantech的那種花紋 但是它做在上面 它是例如 可能胸口這個部分 你會見到有幾條拉花 它當中它除了透明之外 其實它有些是金屬式的部分 但是它的金屬式 跟一般Arming的走紅不同 它是比較淺色一點 可能撞一撞 但也有機會是 我可能會不會是 有些位置有頂針或者柱 它有遮掃的功用呢 我看實物和看照片 我又覺得實物 真的好像英俊一些 我覺得實物可以 是的 即是給看照片 其實不要介意 即是我看照片 我的感覺都幾差 我也是 但我現在看這個實物 我又覺得 都可以 其實之前上到20樓 大家看它的顯示 所以它有一盞射燈 射著它 射著它 射的時候部分位置 就過分通透 即是比方說手掌 就通得有些厲害 但其實如果實物 擺一些不算太光的地方 其實它也挺好看的 是 好 看看後面的邊狂 如果大家早前 已經入手過邊狂的話 不要介意 我真的覺得大家可以省下 是 本身看到邊狂的 或者叫 衣服還是褲 混為一體 它是上半身的衣服 脫掉之後 放在腰上 不是 它一穿 它一穿著 就燒掉了衣服 這個造型 當然沒得頂 但顏色 都不見是橙色 其實之前 大家之前看 Side Show那部影片 就問是否轉了做橙色 我們在這裏看 對不起 我感覺不到 跟之前的分別有多大 坦白說 它這次 大家是變相覺得 是一個refund 買不到的朋友 可以買回 其實價錢也不是貴的 它是一個新號碼 它又不是用舊號碼 那是絕 那就真的不知道 算 長程等到手玩之後 再對比 沒錯 那側根就是 全宇宙最強的理髮師 Stanley 大家有看 雷神 對於這個造型 都頗懷念一下 我們都覺得 這個位置是頗出的 它配件上 還要有一些雷神的頭髮 這麼絕 它沒有放在這裏 但官圖那裏 有一些頭髮 它可以握在手上 其實不要小看 這個Stanley 你看本身 它的胸甲 背甲 它的鐵獸 那個舊化 是做得非常之到位的 是非常之美的 亦都 是 剛才推出這個的時候 我是有點嘩 這個 很帥 你看看那些胸肌 我自己來說 我真的很喜歡 Spider Man 這個系列 它夠僵出2099 我就覺得 真的沒有一頂 因為你會見到 它和平時的 Spider Man 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它也有 挺邪氣的感覺 它有一種 未來版的野性 你會看到 它胸口上面的 蜘蛛其實是有 骯髒的樣子 然後你會見到 它手指上面 會有爪 而它的樣子 也是比較 露目一點 很少 所以這些 很適合我河車 坦白說 它的顏色的拼湊 是很美的 它這個藍色的衣服 上面是 有些橫彩的金屬藍色 金屬紅狀 金屬藍 其實感覺都沒得頂 希望這隻快些派貨 剛才也有問過 其實本身這幾隻 都快 這四隻都 本身它都說是Q3 Q4 沒錯 所以我相信大家 餓餓了Hot Toys 這麼久 應該都很快 有些好消息給大家 好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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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六寶 其中三寶 已經在這裏 展示給大家看 重點一 Cable 我都說得很白 我相信有些人等不到 已經買了這個 非售權版 對 非售權版本身的質素 坦白說 不是差的 不過 一困到Hot Toys 那裏 大家可以放心地付錢 無論頭雕細節 或者一些配件 你真的沒得輸 可以看到本身這個 左臂的機械造型 非常細緻 力度包含這個能量護盾 它的盾真是絕 它的盾上 還有些是子彈打下去的 類似水波紋 即是散開了那種效果 這個盾真的很漂亮 它上面有一些蜂巢形狀 即是 未來未有些像 剛才Spider-Man 都是一些蜂巢形的紋 是 它這個的衣著 比較軍事一點 其實可能大家很久沒見過 學會出一些比較軍事一點的東西 然後你會見到 它穿著一件軍事的背心 然後上面就插上一條條 這是不是刀來的 沒錯 不知道是否可以拔出來的 嘩這個真是後話 照計應該可以 嘩 它這裏好像瘋了 不過到時 都是那一句 這個錢都是一個樣板的關係 大貨 到時會怎樣呢 拭目以待 但就這樣看這個Prototype 我都收貨 是 其實它加上這個盾真是很帥 然後它最重點 它這裏表現不出來 其實它簡直是 身體是全身的一個空氣 是 它包括了所有機械紋的細節 這裏就看不到有些可惜 我反而 我喜歡是它沒有用包膠 是 變成我 當然了 個人有個人的喜好 但我自己反而 又不是特別好追捧包膠 它這樣做 反而令到整個Cable 在玩的方面 你又不用特別鏡著鏡著 我自己反而是喜歡這樣 還有你又不用擔心適宜的部分 是 當然了 我覺得 close up 真的要 close up 它這支專用的槍 我想整支Cable 最重要的地方 除了個頭之外 就是這支槍 我今天剛巧開完五部之後 我見到一個Post 有個師兄吐槽 這支槍 它是用現代 即是來到現代的時候 砌出來的 是 它就說那些槍管 還是其他東西 其實是不配合的 它說這支槍 其實應該是射小型子彈的 是 那不需要那麼大的槍托 那些 很認真 裡面的內容 我沒有看了 但它可能是一個槍迷 那你就會看到它的槍 其實是一點都不合理的 是 九萬多支槍的槍管 搏在一起 但怎樣都好 你問我 我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是很帥的 拿來做電影的 我真的覺得很帥 是 拿你命三千槍 大哥 哪裡去找呢 你也看到它的鞋 是有做到拆件的 但它這個拆件 不是網上 大家玩Marvel的時候 的拆件 它這個比較像是大家玩Hawk 它是腳掌插上來的鞋桶 對 所以其實它沒有什麼破綻 你遠看真的 這個很漂亮 你再控制它才會看到分件的關節位 證明設計師很有心 特意去做了另一種拆件 我又吐槽一點 這個是什麼 Sign 我真的不知道 Double 2有什麼關係 是的 死了 我真的拆爆頭 有時候可能Style Guy給這些東西 隨便可以用 隨便可以用 我們看看後面 Match Test的Tony Stark 是的 Long Time Low C 一個年輕樣的Tony Stark 很多人問這個頭 是否跟舊的翻用 我都很肯定 可以告訴你 一定不是 因為你會看到它的頭髮 法師的質量 是跟今時今日的產品 是跟得上的 然後包括那個臉 其實你會看到它這個頭 它是特意做得比較年輕一點 配上第一集的樣子 是 如果大家之前 進不了手的 好像我這些 那就真的 配合到真的 其實很怨念 因為大家玩 玩到 可能去了解Hot Toys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中後期 就是Irman 3開始 比較多人入坑系 去到那個時候 其實Match Test已經是炒到四字頭 三尾四字頭 即今時今日的價錢都相當硬 今天如果追不到的朋友 亦都可以從這裡開始入手 其實這隻東西很漂亮 包括它舊版本的 也是很漂亮 不過本身 如果真的有買到 Acessory版的話 這個機械臂 都耳熟能場 對 另外 這一個 To prove Tony Stark Hat 也有個面具 是 面具上面還有 還有寫了很多紙的 這些路路的 好 今日最後 亦都是最大的重點 即是大家餓了很久 終於有隻Irman 而且還要是 之前 剛上完Spider-Man 大家看完 之後出來就 嘩 有46 可以回復 現在就不是回復 都是46 給你一隻46 這個就是Misterio的Illusion Iron Man Illusion 這個是Zombie版的Cielo 我相信這個 到現在都有人在搶 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我想慢慢由下面掃上來 因為重點 亦都是在地台上 地台配了呼吸燈 所以變成由Misterio 就是用這個Illusion 去騙Peter Parker 那時候 那個感覺完全出來了 其實 然而 它地台的呼吸燈 很特別 比方說它不是整個呼吸燈 你看到它每一個位置 獨立去做一個不同節奏的閃 你會看到它上面的煙 它是比較薄一點 就沒有做到很透明的 因為其實大家看煙 都是一些比較煙霧來賣 會有些不太清晰的樣子 而且它加了這個霧面 它透過滲光出來的 均勻度也會比較好些 我希望它的地台 不知道那些煙 能否獨立拆出來用呢 我就這樣看它下面 其實分件分得很仔細 是的 如果它中間是有些插頭 可以拔開它的話 這樣也很棒 但我自己就很想 地台的Hologram 可以能夠再透明一點 有這個 Anthony Edward Stark的墳墓 墳墓上已經開始有青台 很棒 明明死了不太久 但已經開始有青台 而且它還給了這個 1比6的無人機 不知道可否拆出來玩呢 看上去似乎不行 它的無人機還有二部件 是的 好 可以看看本身這個 我可否叫它Mk46的造型 我覺得應該是 看到本身它有一些外掛的 Hologram的玩 是的 的特效 可以這樣掛上去 剛才我問過 Hologram可否拆 因為有朋友問 傳說中是不行的 所以如果有興趣 想拆的朋友 就可以暫時打消這個念頭 不知道出貨會否改呢 希望 其實我相信有些拆 那個玩法就差很遠 其實大家可能之前有看過 Marvel有套Zombie版的漫畫 即是食魂全世界 食魂全宇宙 是的 在那個版本之中 大家很希望可以還原到一些東西 如果它這些身上的Hologram可以拆 就很開心 沒錯 作為一件玩具也好 擺設也好 多了一個玩法 這個Hot Toys的朋友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我看回可動性 不如生氣的 既然都是這樣 可以看回腳的關節位和手 亦都是有相應的可動關節 至於你夠不夠僵 拿它爆地 我就真的不敢說 那些關節位 其實和射陸都是沒有大分別的 我想它可動會很有相確 因為比如說有很多位 射陸本身是很工整的 它可以做得到可動的 例如可能是裙甲的部分 它以往會拆開裙甲 去讓它動的 在這個版本 可能只有側兩邊的裙甲 是可以的 是 燈呢 我剛才也問過 眼、胸口和手可以穿 但46日有很多盞細燈 那些應該不行 那些細燈是沒有得穿的 這個我也不期望會有的 但我反而覺得最精彩 可以看回它一些骨的內扣 我絕對可以用內扣來形容 因為可以看到本身 類似一些 Termulator的感覺 在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金屬 電線 丟丟丟丟丟的感覺 都出來了 其實看到這隻 就很想像我之前的Ultron Mark 1 沒錯 那是我其中 十大Hot Toys精彩盞分子 那隻很漂亮 另外一個重點可以看回 Tony Stark的帥哥的樣子 不過大家去看樣板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漂亮 其實因為它 可能這個 它大部分的東西 因為出不了魔的關係 可能到其時會做PVC 轉為PVC之後 那個細緻度 會比起現在看樣板 會稍微跌了一點 不過我相信它們都會盡量保持 其實我相信之前 有了Ultron Mark 1的經驗 我覺得它處理這個 Iron Man Illusion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Ultron Mark 1 當時做得很漂亮 不過唯一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動是非常之差的 那隻 當然 你其實擺出來 又不會與它爆地 你跟著也是拐拐拐拐 這個我接受 希望這個可動 會保持得到一般Iron Man的質量 我想問小姐 你見其實它的腰部 應該都是不可動 是的 所以變成 它也有拆到一級 上面這個 它有拆到一級 可以拉一下那個 它很厲害 這樣也可以拆一級 再說一句 拭目以待 這個是我挺期待的產品 中間的呼吸燈很漂亮 是的 開價2500多元 很多朋友就說 覺得貴 你看看台座 你就知道值回票價 首先台座 之前如果我買一個 Self Suit的Spider Man 其實台座也四百多元 這個台座 它還要有燈 我覺得 這裡都收你幾塊水 你已經抹了五塊水 在裡面 然後你看看一隻Iron Man本身 其實它 除了部分 可能手的關節 是舊帽 手掌舊帽 大腿根部 可能是舊帽 之外 其實大部分 都是新的 或者是內架 大部分都是新的 其實它大部分全身開帽 而且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去看它 它的賞色是很瘋狂的 即是它要在大貨 跟著這個賞色給你 其實它要做很多功夫 特別是它的粒 和花痕 這些都是遍布全身的 沒錯 它就是遍布全身 有泥漬 又有花 又有生壽 各樣的畫 它再給你 甚至乎 其實它 很多東西 如果它保持得漂亮 它要分很多件去做 所以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很公平的 對於整件事來說 我都講漏了一件事 因為本色 它就是在一個泥 在一個泥地湧上來 所以你看到本色 它的著色 都是充滿了很多泥瓣 還有 那些金屬色 是好像 曬了很多年之後 給你那個感覺 那種殘舊感來 證明打扮的師傅 是真的很用心 有些了道 不過正常的 不應該是穿46 應該穿85 穿85 無論如何 我喜歡46 始終我猜46 和Peter Parker 那個 淵源比較深 對 交流也很多 47 467 那兩隻 沒錯 好 我們在這裏的介紹 都七七八八 終於可以拍攝我們了 是的 非常非常非常之多謝 我先拿一拿 那這邊會不會開放公眾 好 希望大家喜歡Hot Toys 繼續支持 始終很遺憾 今年的疫情關係 變了很多東西都要網上發佈 延期的延期 雖然網上發佈了 但其實還有很多東西看 今晚玩具TV 都有一個OK的發佈會 沒錯 變了大家原本想買的玩具 如果大家有看到玩具TV的帖 會知道 今晚8時半開始 會有什麼東西上售 祝你好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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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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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